有没有发现就很多人发球说它跺脚 跟大家说第一点发球是有一个转重心的 发球为什么跺脚 像我是右手我在准备的时候 先把重心压在左腿 然后引摊的时候重心向右腿上转 有一个转换重心 我们最后压到左腿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还原的动作 你看如果我这样压到左腿以后 我想这样转过来以后 我想这样转我这个脚必须得移步 它其实就是移步 这样抬起来以后直接转过来 这样的话你的还原的动作会更快 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 你在这个还原的时候蹬地的时候 跺脚能够起到一定的发力缓冲 当腿顺势往下一弯腿 就可以在发长球的时候去泄力 好多球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发这种底线长球的时候 一发这个弧线 你越使劲弧线容易特别高 会容易这样 跳得特别的高 你越使劲弧线才跳得越高 是因为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让这个球的摩擦呀 包括速度强都是向前 就身体可以下压 知道吗 就你的腿 腿可以下压 利用身体去压弧线 这样不管你们发长球 还是发这种 就发短球 发这种短球下压 发长球下压 你都能把这个弧线 你使劲的同时 你都能把这个弧线控制得很低 所以你不能整个人都往下使劲 你不往下使劲 这球不转 你可以用我们的上段车 往下使劲 下段车我们腿呀 想象的往下蹲一下 往下蹲一下 让我们整个动作往下走一点 蹲一下就能把这个球的弧线压得很低 然后发完球这一下 身子都会有一个含住的感觉 整个这个球感觉是包裹住的 用身体去包裹这个球 这个球会发的很低 速度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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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